腊猪脚是川派腊胃中的代表 这个筋骨相连 有皮有肉的大家伙 要做成腊胃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处理 先把白酒 咱们这腌腊肉要放白酒 这个白酒这度数没有讲究吧 度数的高度对吧 60度以上 50度以上的 60 60 为什么要高度的呢 越高度把它的撒菌的效果和实际上的毛细胃 张开的话更好 就等于让它喝饱了 然后张开了是不是 对 它不得罪人要罪工去 此刻的我仿佛是在用高度白酒给猪脚按摩 不同于一般的腊肉 腊猪脚有完整的猪皮包裹 酒精可以让毛孔张开 迎接食盐的加入 制作腊肉是人们将鲜肉长期保存的方法 盐是中国人常用的防腐剂之一 食盐溶液的渗透压让食材渗出水来 抑制微生物和酶的活力起到防腐作用 真的是在按摩对不对 包括你看这个纸缝里头 也得给它搓到位 看到这里 我觉得这凉瓶腊猪脚的腌制方法 好像没什么特别 直到盐关吴大哥叫我带上工具 前往附近的一处山林之间 真正的特技才开始上演 哇大哥这还真是 漫山遍野都是柚子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能看到这一抹一抹的黄色 你觉得很暖和 对对很温暖 原来盐大哥的家乡 梁平区河兴镇盛产柚子 经过考证 梁平柚是清朝乾隆年间 从福建引进的 如今河兴镇内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柚子树 大叔 你是不是从小就摘柚子 拿着几杆就可以摘柚子了 拿着几杆就可以开始摘柚子了 那这个很小的时候了 是吧 这种这套的时候 有什么技巧吗 就这样套上吗 从这个地步 从下面往上 然后呢 它不会往下掉吗 对 可以了 原来这个是这么用的 这上面这个地啊 跟这个连接处 它其实很脆弱 你轻轻地 一使劲它就掉下来 很好扒 哎呀真的一掰 你就明显感觉到了 看到没有 这真的是 尝一个 第一口吃下去 就跟普通的柚子那种酸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它有点接近于那种龙眼的那个味道 有一点点甜甜的 而且水分特别俗 但是它 你在细品啊 它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回味 有一点点麻麻麻的 有一点淡淡的苦味 香甜之后 转瞬即逝间 舌尖竟然能够捕捉到一丝麻与苦的回味 我很好奇 这柚子和盐大哥制作腊猪脚又有什么关系呢 穿于地区山多树密 气候湿润 腊味无法自然风干 用柴火熏制腊肉 成了川派腊味的最大特点 在核心镇 当地就得用柚子树的汁液了 汁液不完全燃烧 形成的烟雾颗粒 带着炙热的高温席卷而来 逼出猪肉中多余的水分 起到防腐和提香的作用 烟雾饱含各种脂肪族和芳香族化合物 沉积在腊肉表面 形成诱人的色泽和独特的烟熏风味 然而这还只是柚子与腊味结合的入门级操作 作为柚子林女长大的厨师 阎关吴大哥对柚子的利用独辟蹊径 蜡烛雕的中果皮俗称海绵层 没想到它也能用来做菜 我得亲手感受一番 觉得跟那个片肉是差不多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注意到事 好 真的小心 这行吗 稍微再跟它片 再宽一点 好 这片有点厚了 对于自己的刀工我向来有信心 没想到横切柚子的海绵层 我多次尝试都败下阵来 海绵层松软而有弹性 想要均匀下刀并不容易 你尝一尝这个稍微的吧 现在就能尝是吗 可以 尝一下 有点像棉花糖 但是其实还是有点苦味的我觉得 凉瓶又回味带苦 海绵层的苦味就更加明显了 这种材料可以说充满挑战性 岩关吴大哥却有绝招 将海绵层浸入盐水 高浓度的盐水 可以逼出海绵层里含有苦味的汁液 裹上鸡蛋和淀粉 稍热油锅快速一炸 海绵层的绵软口感 在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起来像个那种小零食似的 对 不会当零食 趁热 外面是糟的 是吧 居然是这种口感 有点像吃那个肉的感觉 你要不告诉我 这些柚子里面海绵层 我绝对想象不到 它是这个水果 外面是那种脆脆的 但是里面还是软和的 那种面面的口感 辅料又皮酥已经到位 主角腊猪脚重新登场 为了让猪皮更有嚼头 在正式烹饪前 需要稍微烘烤一下猪皮 哦 这个腊肉的味道 果然下去之后就不一样了 说起腊肉的吃法 最常见的当然是拿来炒一炒 在春鱼地区 腊猪脚的做法却是用来炖汤 饱含烟熏味的油脂 快速与汤水融合 此时再加入柚皮酥一起炖 绵密的柚子海绵层 可以满满地吸收汤水的熏辣风味 不仅仅是柚子海绵层 腌制过的柚子皮 同样摇身一变 变成一种特殊果斧 点缀在团圆必吃的八宝饭上